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新闻的全荒九七时光记说,这一把依然是由黄翼对战2P的老板两个闭两只烟 前跑一下寻找机会,对走后撤 八神想挠一爪,但是还是被猴子刺到,猴子现在又开启了连续的副装机 可怀疑是没有点到 八神看能否捉住猴子,就像王者里面那个猴子一样了,要捉他的,他速度非常快 如果捉不住的话呢,你就只有被他揍的份了,被他发育起来 空中一撞,但是这种还是闪除,猴子继续寻找下一个突破点,青腿被杠 刚到这猴子继续一阵狂刺,两连次三连次,亲手,亲手皆必杀 八神彻底懵了 只要被黄翼的猴子刺到,那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直接连死 下面来到第二局,来看2P的成果汉出场 直接起跳,然后猴子又是连续起飞 空中小天,突然弹起,看成果汉能否压得住他 这一局2P是转换了套路,把大门换出了成果汉 空中最难撞,这个配枪将没有弹到 让猴子继续起飞,快转身到背后 中爪引到前跑,连招再接,飞翔脚打晕 晕掉之后飞翔脚再弹,但是想弹两次飞翔脚没有成功啊 反而被成果汉一把逮住,然后前跑一锤再砸 下方一扫一个转锤,猴子连续起飞 啊,一个逆向跳C,大猪实在是撑不住了 下面来到下一局 第三局来看2P的玛丽出场 看玛丽该怎么来打这一局啊 直接起跳,我们来个猴子又是起飞 空中两连撞,三连撞,四连撞,四连撞,接起一个旋风 应该是晕了 没有晕,没有打晕点 然后前跑 晕了,两爪挠起一个大招,直接完事儿 大家喜欢来的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二爪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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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爪挠起来 二爪挠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